大家還記得風水幫 成都行的第一站 拜訪了家中有完美格局的 陳大哥嗎 而經由他的介紹 這一次我們輾轉來到 他的好友史教授加拉 而這位藝術大師的 作品也時常出現在 我們的節目之中 究竟是真有其人嗎 對 跟風水有關係 這次真的太精采了 因為我們即將要 因為我們即將要 吹散他的真面目 剛剛很可愛的事 始終會有大師 還硬要說大家的送話給他 對啊 說真的要感謝陳大哥 你看看他家的風水這麼好 就知道他為人真的是正派梗池 對 可是我覺得陳大哥 看起來不像是四川人 你這靈眼跑到家 不是這靈眼 我時常跑內地 台商內地的客人非常多 他是如假包辦真正成都 對 靈眼 一天三百 對 人虛高檔 對 人虛高檔 所以透過就是 陳大哥來認識這個藝術大師 始終會教授 他認為說四川 成都是個天明地球的好地方 有這麼好的人才 不能埋沒 他希望他能夠發揚光檔 我們今天真的可以 看著這個 史教授的工作室 對啊 而且我覺得我們風水 做這麼多幾 第一次就出國 然後還可以訪問到這種藝術家 對啊 到成都來耶 對不對 成都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地方 不是在搓手 是在緊張嗎 你會緊張嗎 那你為什麼會太厚啊 你有不安的感覺 我是怕他忘記了指示 忘記今天有發話空告訴我 忘記認識我這樣子 好啦 那你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我們要開始 開始 看你了 沒錯 千呼萬喚 終於來拜訪節目中的隱藏人物 始終貴教授啦 而他是中國當代少數幾位 享有世界級聲譽的繪畫大師 因為上了年紀 目前隱居在成都 而今天風水團隊 有幸來到他未曾公開過的 公寓作客實屬難得 從他的談吐之中 不難發現他有藝術家 反背的精神 究竟這對風水是好還是怪呢 藝術大師風水大揭秘 皆財飲水 興旺財運 很多人面對客廳門出去 在左邊 應該記得我們的 無倉位或柴位或主座位 都盡量要向我們說的龍邊 那麼就可以接這個柴水 這在風水樹裡面 都有寫得非常清楚 叫做接柴營水法 龍怕臭 虎怕吵 大家都二熟難響 而龍邊設置廚房 竟然還有一招能夠消磨晦氣 究竟要怎麼改最好呢 龍邊好像不能放廚房 最好 那為什麼用廚房 為什麼 那怎麼放廚房 是廚房 這個廚房 其實雖然是我們的龍邊 可是對你的具材是有大分的 對 藝術界 鴻嘴界 其實他們有很大的 脫鉤落差的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我聽說他的東西在我們這樣 心不通 樓梯走道 只要好好利用 也能夠為你帶來財富 究竟怎麼做最有效呢 妳好 妳好 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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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教授大名 石教授大名 妳畫很漂亮 對 而且妳名字 其實滿中性的 真的 妳中豪傑 真的嗎 我想要看一下石教授 妳看看石教授 我也是石教授的石教授 真的嗎 石教授在嗎 石教授 石教授在這裡 大師 就是大師 神出魁魄的 突然就出現了 對 石教授 石教授 你這麼直就好 很高興看到妳爐山之面貌 不然大家觀眾 一直以為張老師在騙人 對啊 覺得很高 這是我的小禮物 女輕人應眾 對 這是台灣最好吃的 鳳梅酒 謝謝 真的 今天有出了新書 2014年 開運就看這一本了 對 雖然其實石教授不太需要 因為他自己的字畫 跟他自己的作品 就很開運了 謝謝 那個放在門口避免 謝謝 謝謝 對啊 你拿你的農民力來 簡直是 對 而且我們真的就是第一次來到 就是真的是超大藝術家的家裡 我們要好好來看一下 家裡的天才豐手 對 到底什麼樣的風水格局 可以造就這麼知名 而且... 對 又這麼有藝術氣息 同時可以充滿靈感畫作的地方 像我們教授一家 所以正面 試試看它那個電梯 對 電梯 記得 電梯的... 門的正面是電梯 一般我們說是這個... 動... 動氣無限 你這動氣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動氣無限 那我們稱為它的來水 叫做豬雀 來水我們要接 所以除了我們家裡面 除了照正常的擺設以外 如果在你的書桌 柴位 沙發擺設有產生一些... 不... 難以抉擇的時候 就記得一定要向正面 就是前豬雀 豬雀 接材 銀水法 第二個 很多人面對客廳的門出去 電梯可能在左邊 我們稱為左青龍 叫青龍接材 銀水法 這時候當你出家的擺設 有產生很多衝突矛盾的時候 難以抉擇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你的文昌位 或柴位 或主座位 都盡量要向我們說的龍邊 那麼就可以接這個柴水 叫做來水 龍來虎接 當你面對大門的時候 你的電梯是在 右手邊 白手邊的時候 你的書桌 柴位跟主座位 當面臨到我們傳統的格局的擺設 有產生腦盾的時候 衝突的時候 難以抉擇的時候 記得通通的向這邊 這在風雪樹裡面 都有寫得非常清楚 叫做 這位是 史夫人 對不對 莫莉亞造就了這個風水 是嗎 他自己家裡的風水 造就了我們這個人 都是史夫人設計的嗎 她參與 很好參與 不得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裝潢在四年級 就已經擺設好了 可是四年後的今天 很多有加分的擺設 上圓 下方 中林航 明亮開闊 還有就是這個東西 對 很多人看它 在順眼 就覺得 為什麼會特別在走道上面 然後特別坐了一個旋關道 對 我看順眼 好像看到我的感覺 不會不順眼 真覺得很特別 沒有人說不順眼 真的說不順眼 你為什麼把自己心理的話 講出來 我沒有不順眼 因為這個設計是滿特別的 因為它前面的門 又對著便梯 怕這個錢財有一路空 就擺了一個屏風 所以它的作用 它以前沒有可能不知道這個概念 可是既然歪打正道論 創造出這麼好的一個設定 而且你知道一走進來 反而就是不會看到所有的房間 就剛好 就操妙的擋住了 然後就是先看到客人 重點是它這個背後 進去那邊左側 有一個廁所知道吧 它也是怕廁所影響到整個氣場 所以畫靈化還有靈感還有靈性 創造這個有靈性的屏風 請問現在阿蕙昂平常 就是有在注重風水 還是對風水有研究嗎 一個人的心境 有開闊的天空 你自然就會得到福利 我們之前看到這客廳 雖然說很大方很正派 氣派對不對 可是老師好像有一些 跟我們平常之前講的有點違反 你不是說好嗎 對 對 對 他當後面啊 對 從正面來講的話 你知道嗎 比較主要後面才有一點 是王總的 對 基本上因為這個 已經有六十燈了 對 唯一就是說它的主作為 對 又跟我們剛剛所說的 豬雀、雞財、銀水把 有點背道的意思 對啊 所以它是因為藝術家很厲害 獨特的個性 很帥性的放在那邊 自在就好 如果他要求更多的財富的話 我們就把他自己一致搬過去 對他的運勢來說 不但我們互相付為靠山 那麼他自己 在整個中國大陸 法國跟日本的市場 這樣不遠逃去 浩瀚的 所以其實始終會叫做 現在是四十千才能更多錢 不是 他自己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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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那些 對啊 藝術家不在以前才做 對 所以他刻意判斷真態 都要來放這裡 藝術家 他說別人要那樣的話 我偏不 你不說那樣的話 那我一般人 對 而且可能這樣做 靈感更多 對 我很少在這兒做 所以他真的就是做不做 對 對 如果一個藝術家 天天在這裡做 建議做的話 完了 沒辦法放出東西 是在我們的寶座做 等一下 這是可以 客人做的 客人 其實也有道理 就客人來也不要坐太久 對 對 客人坐 好 時間差不多就是 應該再走 對 老師 我像也沒有財位 對 因為他四十個財務分 沒有在追求 而且本身藝術 就已經是無價的 對 在追求那個錢財 其實可以看到他 其實氣場很好 你看他這些綠色盆栽都中了 綠色盆栽都好喝 而且好方正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幅畫非常的... 沒有很不留 我跟你講那幅畫 真的大家觀眾朋友 一定很有印象 因為有一次就是 我們節目跟老師借來 就是那時候 另外一個孤架的節目 對 然後有孤過這一幅畫的價值 已經破崩一次了 然後第二次 他又拿來欣賞觀眾朋友 就說 你看我有這個 第二次 然後第三次 在他家出現 對 所以台灣的觀眾朋友 對這幅畫已經是非常有印象 有印象 然後也很明瞭 這幅畫我對他印象有非常深 就是真正的真機在這兒 對 我們家裡也... 也是一應吧 對啊,你也有一個 這裡 那要問一下史教授 你有算過嗎 我負責 負責醫療負 對 所以只要每次有一個 就是自稱是 秘密林界的什麼 乘城市獵人 柯南 對... 一來你就會失竊 對不對 對 可是這邊還有一幅 這邊一幅 這個是大家已經 耳熟能詳 很常看到 可是旁邊在柴衛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幅 那一幅 聽說在新加坡 在... 造成很大的轟動 大家一定要買 就是這一幅 這個牌 不獨得新加坡在... 在法國 在法國 2004年的時候 希拉克總統 到成都來的時候 法國的企業家 企業家兩個人 他們買了一幅畫 就這樣畫 送給他們的中國 主要就是說 除了這畫好之外 你看看 一般的這個前陽台有沒有 很少有這麼開闊 有緣起的 對啊,希拉克好 所以教授他的市場 已經到日本、法國之外 很多全中國內地的人 都非常強求他的畫 這是有這個圓景的一個反射 這麼好的圓景 當然會反映在運勢上面 而剛剛老師提到的 街財營水法 適合住在公寓 並且門外有電梯的觀眾 只要記住 座位朝向電梯擺放 就可以強化財運啦 而以史教授家為例 最好將電視和主座位對調 不但使其後遊靠 也能夠迎接財水喔 教授請問你 那個書上是種什麼 這上面是經果 下面就是明年那個籽 再長起來又是黃金 對啊 因為它金黃色很漂亮 所以那個史教授 你都會在這邊喝茶 喝茶 朋友來喝茶 我一般不在這裡喝茶 因為我一個人在 會來打 會來打 人來多了 真的 好棒的一個前陽台對不對 前進無限 居家其實客廳來說 柴位也沒有那麼明顯 對 但是從那個角度來看的話 餐廳反而有個柴位 對,老師,那我問一下 它的柴位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它在這邊種一盆盆栽 是自己的耶 OK的,加分 而且就自己剛剛講了嘛 實際上說它沒有 能在意錢財這件事情 其實世界上很多事情是 很多是比錢財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對不對 而且你看一般人這邊落地 穿它看出去是空的 對 它以這個盆蓋的方式 一般人在居家裡面放的黃金閣 聚財 它放在屋外 其實也是一個聚財的作用 有長風那氣的作用 對 今天石教授家裡真的是 很有榮幸 對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 讓詹老師好像 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詹老師是不是因為來到 石教授的家裡 然後就有所收斂 對 或者是他自己 又想要A個兩幅畫 然後就說好啊 對啊 為什麼他的格局 可以這樣擺我家不行 所以其實我們要來 好好的探討一下 為什麼他可以放假花 對 不是假的嗎 不是假的嗎 教授你現在就不夠意思了 為什麼 我自己這麼崇拜 你都不夠假的 為什麼不假的 你那個 人口是 真的和假的 對 沒有錯 他們怎麼懂了 他現在說你心假 我假心 如果你心不乾淨 這是我的虛心假意的 真的話也是假的 如果你的心乾淨 假的也是真的話 我覺得好香 好香 好香 你覺得 徐許如生 對 因為我自己像 對啊 我已經在對花本正做你了 真的好香 你應該講說 我來解釋一下 所有的淨油心聲 對 你有了這個東西 就在乎你其他 如果真話的話 不但有這個形的靈 也有這個我們說 形煞跟味煞跟金煞 有花當然是假的 如果擺真的話更好 就是這樣子 更好 有在寫 真的 那為什麼 為什麼教授家 客廳一個人家 分色的 這不是我家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教授就可以放垃圾桶 在客廳 教授 才帶進來的 還怕你們來了 對 人多了 你準備了 是這樣子 好意思 聽什麼 陳老師 你為什麼一直要醒鼻涕亂丟 沒有 為什麼要這樣這樣子 對不對 我也是收紙訊的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究竟出現什麼樣的煞氣 讓手針糞更不平 神奇廚房設置 龍鞭再臭也不怕 龍鞭好像不能放廚房 對 那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放什麼 是廚房 這個廚房 其實雖然是 我們就龍鞭 可是對你們的劇材 是有加分的 藝術界 風酒界 其實他們有很大的 脫鉤 落差的感覺 你脫鉤為什麼 為什麼 我覺得他差的東西 在我們身上 心不通 為什麼教授就可以放垃圾桶在客廳 為什麼教授就可以放垃圾桶在客廳 不是 才帶進來的 還不然你們來了 對 人多了 他才準備的 是這樣子 對 才會來的 什麼意思 聽什麼 陳老師 你為什麼一直要醒鼻涕亂丟 沒有 別這樣這樣子對不對 我也是收紙訊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這裡可以放樓梯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就是居家的擺設 在擺設這個家人的狀況跟心境 這是虎邊 虎邊是不是步步高升 是 所以這樣是我所了解 他對女兒跟太太是非常尊重 女人 他是情感的圓圈 有女人在 你的畫才有靈氣 光個兒 光個兒是令人家畫什麼畫 真的耶 對 好有道理 所以女人是拿來疼的 是 想得好 疼完以後 就有好處 陳老師要疼老 我們才有好處 我有 對 我也有 可是你說真的 他還是有看到這個踢刀 那我跟他解釋一下 刀不然存在有它的阻礙 但如果真的存在的時候 要這樣注意看 如果這裡是 或餐廳的門 或臥室的門 直接面對這個踢刀的話 它就絕對有包的必要 如果我的沙發放這裡 背後有刀 它背後帶一把刀 犯小人 也絕對有封的必要 我沒有叫教授不要封 其實他這個面對的 都沒有屬於椅背的後面 沒有對餐門 側門 罩門 防門 我覺得有緩衝的空間 這樣子 老師好像也曾經有說過說 這是龍邊 虎邊這個 龍邊好像不能放棄房 最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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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不好意思 我們稍微激動一點 太激動了 不好激動 對啊 應該太激動了 我們激動了 這次聽 詹老師的話 是他真正教我們 我們都要遵守 他的一些風水的規則 你知道我們分農會很很驚的 他有時候看到 有時候講得不一樣 他都會來問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都幾乎 因為他的東西這樣 我們就 對 會話題 自己還滿會話題 會話題 後面還沒說完 我的科技是不穩的 他是對付大眾人 對 大眾姓他 對 我如果姓他的話 我還會回來生 對 大眾姓你就好 大事 然後姓你這樣才能顯示 大事不一樣 不同領域的 像音樂界 藝術界 風水界 其實他們有很大的脫鉤 落差的感覺 龍邊不能用廚房 但我一邊往正面思考 他們這樣不夠陽光 這個廚房不見 靜堂不見照 不見照 照不外露 是 其實雖然是 我們就龍邊 可是對女人聚才是有加分的 對 油煙無外露 你看這張外面什麼 我的天啊 你說為什麼他們這樣 我跟妳講 我跟妳說錢 真的有超脫鉤的 我跟妳講 波面好大的透明痕 這部大嫂 妳就趕快弄個婦女人吧 對 妳看我氣過來好不好 我們這樣怎麼撐下去 很激動 不然 不然才會這樣 我有龍美窗 你幫妳撐一下 那是為了方便 我 因為經常他做飯的時候 外面也招不人 對 男人他看了 誰啊 走出去掌 我們虧了一點錢 對 但是事情很順利 所以先堂後善再照 是OK的 只是照後 因為照後有沒有的話 犯小人 所以妳有時候犯小人 會不會就是因為 就是 史教授是很想欣賞夫人 做菜的樣子 對 看她的背景 對 我看了幾次眼了 那個動作特別好看 好看 炒飯 我們還覺得史教授很優惡 我 你炒菜炒飯 我三天看不到的話 我去幫她看 我啊 我想念 不行 你可以二、三天 一個藝術家 愛家 愛妻子 光這個畫就已經加分了 她叫什麼 福人自有福底 對 那你怎麼會認識詹老師呢 對啊 不是 我會認識 人生還是一員 不認識 所以接在這後面很好 對不對 就是怎麼會有福氣 認識到詹老師 我的朋友既然都來了 他一定要來 那怎麼辦 他一定要來 教授 他一定要來 他一定要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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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家 可以 頂上街幾次的都 有同事 對 歡迎 是 史教授 幽默 容許 史教授 容許我向你說一聲 你是史上最兜趣的來賓 而風水是一項統計學 並不是絕對 如果使太太覺得 常拜小人 宜再造後 加裝一道霍西門簾 另外房子的格局 先堂後造 基本上廚房在湖邊 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如果是在龍邊 那就更好了 都來了嗎 那現在怎麼越來越過癮了 那現在越來越過癮了 我真的越過癮了 過癮了 我們現在要進入房間階段了 可以 你還撐得住嗎 還可以 撐得住 可以 撐得住 那為什麼要房間門對門 為什麼呢 而且還雙對 對啊 雙雙對對 我們一定要往正面思考 靜堂不建房 這是一個好的格局 雖然就有門對門 我們說門對門 兩邊不要住 門對門在對口上 兩邊不要住有人 就是不要有放床 你說不要住朋友 你怎麼可能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間放臥室 這間放臥室 那麼這兩間臥室 你比較會有鬥口傷 那麼教授很聰明的是 臥室 辦公室 休閒的 那麼這兩間跟它對上去的話 又沒有什麼吵架的疑慮跟口舌的問題 所以門對門其實也不用那麼緊張 就看你現在擺身上 對 盡量你看對誰呢 所以如果是對書房 工作室 儲藏室 這些沒有在睡覺的都沒關係 也不會跟這些貨物吵架 因為書房裡面 我們也是會進軍讀書 以貨室、睡覺 長期的互動關係 親子關係、兄妹關係 怕有爭執 這是OK的 但還是要加個 好不好 我更好 謝謝 媽媽還在整套對不對 對啊 所以他看一下書房 也是有一天天 有一點天費 石教授平常是坐在整個 就是這邊 我不做的 這是我助理 對 黃哥 好種的 黃哥 做的作備 我們做 新種 瓶亮、有緣體 前租去的不壓過 古具採有一點柴味 或有書當依靠的 這麼完美的格子 那你只好 助量又少 而且他都用全家福 對 我好喜歡 我看這些相框的影片 對啊 如果這個 我長出到四個國 帶到每一地方 長出的時候就跟著去 對 吳大哥 差不多 我長出誰 史教授那是你年輕的時候嗎 哪個 那一張 這張 這張 好像被影明星 真的要裝好嗎 帥的 真的要裝 有沒有 裝憂鬱 對 這一張還有點殺氣 有 就像你曬以前的樣子 對 基本上十二兆 平常放在書座的左邊 我把照片放在我們的走道 要千刻萬來 人氣提升 也代表走道 樓梯間 比較不會那麼冷 怎麼了 沒講錯了 他說座位後面不能放很多照片 會有小人 他還是 他 他 為什麼 史教授就可以放這麼多 我沒看到 史教授怎麼 為什麼 基本上 史教授從來不得罪人 所以基本上沒有小人 沒有 史教授是風雪界 根本就不聽 根本就不聽 還是史教授 你基本上是把詹老師的話 當作反向來操作 不是 我沒有聽他的話 根本在聽 他會聽我的話 只是把他畫他的話 這樣子 因為我以前不認識他 對 後來認識他的事 他沒有時間講 他沒有時間講 對 我聽不到他的話 我只是按我自己的感覺 好啊 其實 老師來看一下他們附近 你們感情這麼好 好啊 你在改進度 你想當你在這裡 對… 對… 就下一間 不是要改東西送觀眾嗎 沒有啊 沒有 沒有沒關係 好了 我先走了 但我放鬆就可以了 好啦 我開得緊張 你就在這裡 趕快來看你的房間 把它送就好不好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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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史教授的房間嗎 史教授你的床帶是… 大藝術家的床單 竟讓人摸不著頭緒 樓梯走道運用得宜 財運更有保障 一般正常的人 這邊就… 我覺得 因為是一部下腦 他沒有這樣做 他放了… 那麼就能夠提供的財運 這是財庫對不對 但他放了他的文化 但再過了錢 要的財庫 是放你的作品 放你的經營珠寶 超美的這一部 哇塞 好… 好看… 這個… 我有看到 好看… 這是史教授的房間嗎 對啊 史教授你的床帶是… Mikki跟Mikki Mikki 好啊 真的假的 大師真的跟我們長相得不太一樣 有創意 所以你去… 你有在說… 其實感情床位要放得好 我… 我… 我們不是在好亂吵鬧 亂吵鬧 亂吵鬧 這個太像小孩子的用的 所以是夫人喜歡Mikki是不是 好難 所以你會去迪士尼玩 都最喜歡玩衣服 大家都有同心 真的 有同心的人他就有愛心 對 有愛心的人同歸就很多 對 又能永保同心對不對 用單純的心來看這個世界 什麼世界 世界都很美好 對啊 你才有創作的欲望 對 如果我弄一些很老的露營在上面 看我兒子 對 所以像詹老師的床單 今天都是那種很老氣 對 就是 你知道嗎 他有發心過好 我剛剛就看到了 對啊 真的 你看 對 助良又少 且無窗後無門 觀眾朋友 風水是很重要的 你看 所以你說他們這些風水很好 對不對 這間握車的風水超好 這邊才味 很好 對 你說為什麼他們毛巾可以放照片 毛巾 他說那個是主人的手台 說 對啊 他喜歡放我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房間盡量不要放照片 像對影對床對訪成四人 怕有不必要的一些匪魂 搞了半天我們這裡三個人是吧 對 他們影子 對 放得越大危機越大 你知道嗎 每座部主還是把照片盡量放在中間 因為我父母很漂亮 對 年輕的時候是我們的 校花 好厲害 好厲害 他學到校花 真的好厲害 很早就看 好厲害 那有很難追嗎 不用追 他會來的 他會來的 對 男人只要有才 對 男人只要有一個似乘的心 女人他會來 所以史叫做浪漫嗎 浪漫 浪漫 因為我們就好像說有童貞的人和熊 童貞 童貞 對 這是天真的人 他好像應該就會有一些天馬行動的想法 對 然後坐車就會很浪漫 不是 這很可愛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表現的 不是在外 是在心靈 心靈 有沒有 藝術家心靈 都有一個時尊 真的很厲害 很高的境界 對啊 因為他心靈能相通是最厲害的最高的境界 能一旦 一旦心靜到一個境界以後 所有的風水都跟著你穿 對 對 你看 老師不用拍這些風 為什麼他的話都這麼樣的感人 這麼樣的撼動天地 我… 什麼 你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沒有 我們真的要評估一下 那我們去看你工作室 要評估一下心情 因為現在看到你太可愛了 真的好可愛 而且我覺得藝術家好簡單 我們要去看看 有多餘的那些裝飾 就是這樣 簡單 實在是個工作室 對 好 雖然主臥房有門對門的問題 但只是正對工作室 沒有什麼大礙 只要不是臥房正對臥房就好 而完美的床位風水 也讓夫妻彼此相互尊重 心有靈犀 而接下來要進入工作室之前 奏到的畫作也大有玄機 有 人家說欲求千里目要更上一層樓 這裡就是大師傑作的誕生之類 也有洞天吧 好美 好多畫作 你看… 一般正常的人 這邊一定會放個門 對 這裡 這裡如果放門的話 所以你意思是說是 教授不正常 這裡 怎麼叫正常的人 這裡會放 一般人可以 這個門怕跌倒 好 這邊千里水 運勢一路下滑 他沒有這樣做 對 那一般的人從辦公室走出來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會有個 落空的感覺 他放了兩幅畫 為自己的前景造三線 他會不只是在那邊亮單而已 不是,造三線 放時間才下滑 這是採庫對不對 那是一個什麼 一個儲藏室 這個儲藏室 那他放了他的文畫 所以他完全就變成一個採庫 採庫 你賺再多的錢 你要一個財庫放 你的作品放 你的金銀珠寶 因為好值錢 因為剛剛十兩次 教授剛剛說財庫 四千才會財庫 我都是以金山角度來看 但是無形當中藝術財 精神財庫 對,很漂亮 這一幅真的很漂亮 這幅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超美的這一幅 好長棒 這個 這只有 這個是雪山的一幅 你是國王的畫作嗎 不是 雪山的一片 某個白零物很放大 這有智慧的 對,這有智慧的 我有,我有看到 對,有智慧的 好… 好看… 真的好看 所以這裡看出去 開闊的名堂高 而是壓迫,助養去掃 而且可能來說 就因為聚才 所以這邊就是史教授 你平常在… 真的在找靈感跟作畫的地方 平常人應該是不能上來的吧 對,靈感很少 不同意識不能上來 真的 真的太幸運了 這三字也是經典 對 好漂亮喔 這個畫可以看到 教授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怎麼樣來賞心你的畫作 好,欣賞 這一幅畫 如果你要看這一幅畫 這幅畫是 中國華人集聖的象徵 為什麼講呢 在… 在… 二十世紀 兩條龍 台灣和大陸 在那鬥 在這個裡面 全部的東西都是枯死的 大陸枯過不好 台灣也過不好 二十世紀以後 中華造謠全球 你看這個中 這個是個華 好漂亮 對 好漂亮 好漂亮 中華造謠全球 高高大陸 二十一世紀 金色代表神 這畫還真的要經過解釋 對 你看,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風景 沒有想到它還有這麼多的意識形態 所以在很多佛教的高生大陸 他們一看,他們知道 這是上面傳下來的東西 我們的靈感 這些初上話 如果沒有經過世教授的解釋 我們這些凡夫俗子 還真的領悟不出來呢 而關於樓梯走道 老師也提供我們幾點招財和守財的秘心 一、樓梯正上方不宜加門 避免形成開門間梯 而導致漏財 二、樓梯欄杆中空處 以擺放畫座或盆栽 以避免財運下滑 另外摸字型的廚藏室 拜訪個人作品或是聚寶盆 金洞、首飾等招財物品 都可以提升財運喔 而接下來就要前往 史教授賴以為生的工作室啦 究竟是什麼樣的風水 讓它有充沛的靈感呢 馬上來到史教授的工作室 究竟是何種文昌風水在提西 讓它有源源不絕的靈感呢 這個大師的工作室 他的書房就是不一樣 這一定有一些好的風水 我們可以學習起來 讓我們自己的文昌味 可以增加這個藝術的涵養跟氣質 而且史大師真的很常利用 他的畫裡面很常利用到這個蛋 怎麼說那個蛋 有啊 你看他說先把這個蛋煮到半熟 然後就這樣抹下去好不好 冷清跟冷淋 對啊 煮蓮 這樣一步的話當然要用到速度 可是我煮火鍋的時候 也可以弄出這個感覺 不要亂講 你沒有看著蓮花嗎 蓮花 你沒有看著蓮花嗎 有… 你學習的時候老在看 當然有 我只有看到白白蓮 好像也是一種魚 對 我們這種沒有衣服還有 是不是我們文昌沒有放好 無論是文昌或財庫 我們剛剛開始有講過叫做 豬雀接財飲水壩 我們坐正面 向前面看 一樓的正前方就是電梯的出入口 是 所以他坐到這個位置 是正好符合我們所說的 錢豬雀來水 收水 接收的時候收水 不是那個收水 接收的時候受水 那麼就能夠提升到財運 文昌跟讀書跟錢庫 如果他們家看出去大門 客廳門看出去左邊是電梯的話 叫做左青龍 叫做龍有這個來水 這時候 如果找不到好的位置的話 就必須 沒有這個門的情況之下 就要往這個方式 向一樓的電梯的方向去看 才叫做 所以這方式來找文昌財庫 以及旺的位置最重要 那這個 這個之間有的方正之外 龍還是開闊原景 對 所以日本法國到處跑 那這邊 你看它柱梁它散過去了 它在那邊做畫 是耶 書箱 茶箱 花箱 庭方箱 這邊 名站的位置 就是這個 財庫嗎 財庫 財庫 書箱 你做你的可是一百多年 這是財位嗎 一百多年 一百多年的位置 怎麼會這樣 是 古董來著 是光訓 真的假的 所以你 訓練 還可以 所以你有在收藏古董 你叫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外面那個財庫 旁邊那個是兩千多年 以前的東西 兩千 哪裡 兩千那邊 那個是漢代的 你搞清楚 你說那個 那個是漢代的 漢代的 漢代的 真的假的 等一下講究沒有用 真功夫來了 好啊 真的嗎 你在身邊練成這樣 不是 我們來請這個大師來揮好一下 跟我們風水有關係的觀眾朋友 起伏之外 來 揮好一下 真的可以嗎 對 揮好一下 為什麼 揮好一下 風水有關係 揮什麼 揮什麼跟揮什麼 展現一下個人的 確定嗎 喜教授 他對你講好 就是 大王三公 來 來 請問你講 我畫我完全聽過 好 怎麼講 這個 你男話我都懂 好 好 你都這樣 對 如果你講 講德語 講西班牙語 你也透過聽到 是 所以真的可以嗎 你知道說我這個榮幸 可以邀請你現場 他剛剛講了什麼 你知道嗎 真的 其實你聽不太懂 他講爸爸上課 沒有爸爸 沒有 他是說你可不可以寫 給我們節目 請問這一幅霸王印章 都是要過累的 你也太久了 你也太久了 我的基礎一定要書法好 它書法底子 太深厚了 你是不是有一部 那個什麼 復山櫥水 是給趙哥嗎 趙哥拿好開心 趙哥好開心 開心 他掛了那一幅 復山櫥水之後 整個在外地發展 然後各方面都非常好 而且有沒有那麼生氣 有 他試試看 因為那個真的很漂亮 掛他家裡那個有質感 他是真的說 趙哥真的很幸運可以得 因為我們跟趙老師 合作那麼久 我們可能交情不夠那麼深 不會 有機會 真的 機會就是你 復山好好的修煉 復山盪水 我們要修煉 好 你們兩個 好啊 那個復山櫥水 那不是德來 復山是修煉 這個說 我們每個人光個屁股到這個世界上來 混了一輩子以後發現走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憑什麼 憑什麼 就憑你修 你修得好 住好朋友 有好吃的 有好穿的 到處有朋友 修得不好 所有地方都是你的障礙 當把這個東西解決了 什麼東西 好啦 接下來觀眾朋友有福氣了 真的 眼睛不要紮 趕快我們的史教授要揮毫了 今天 我覺得有在學書法 有學花花的這一集 看到就是賺到 對 可是他交友不勝 你可不可以寫個複山故事嗎 你們都想 好 好 沒錯 觀眾朋友有福啦 待會兒將有一位幸運兒 可以獲得史教授的增績 只要在節目結束後 到風水有關係的粉絲團 參加有獎爭達的活動 就有機會獲得這幅富山跪水 主要是 就是在大力的揮毫當中 又太吸引 送給所有觀眾朋友 讓你們有富山跪水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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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史教授 謝謝 謝謝 真的是很好的禮物 很長 很長 不妙 重點是 老師的風水並是 存在在人人的心中跟家裡 沒有啦 這也證明這老師 其實不是說說而已 他真的認識史教授 就是這樣而已 對 其實我們這一層期 沒有在講風水 你只要證明這件事 不會 對 你是托詹老師的福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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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史教授 而拜訪完史教授之後 接下來老師 要替台灣的觀眾朋友們 解決疑難雜症 究竟今天的風水小百科 會有哪些問題點呢 就每個人家庭裡面 都有 就是傳統機 對 所以說要服務廣大的群眾 當然要普及化 所以我們要倒服服務了 沒有 沒有 沒有那麼快 沒有 我們要接通訊 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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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這一通通訊訊 來自 台中 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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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陳先生 不是陳先生 陳先生 我是陳先生 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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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Mr Money 我很喜歡你們兩個 謝謝 很多人都這樣嗎 我很正常 對 我想要問說 如果是我大人 住了那條身體 是否要怎麼辦 很好啊 你的頭都出去 而且很快很準 對啊 正經節目都不說 不然怎麼解決啊 我也不能擋住我的逃身口啊 危險 沒錯 還有還有還有 我家的那個窗戶 是三角形的啦 好 所以我們抓牌 三角形 你太瘋了吧 怎麼會有三角形的窗戶呢 奇怪啦 怎麼有三角形呢 對啊 對 我想說 選一個比較特別的 很多都算三角形的啊 所以又是你製作孽嗎 不是啦 我有老婆說這樣看 好啊 三角 你說那個三角湯 對 三角湯 我們都是獨棟的啊 上面有一個三角形這樣 是真的三角形的窗戶 不是住在三角湯 不是住在三角湯 你在家裡嗎 對 我在家裡 不是你啦 我說那個三角湯 你在家裡嗎 對 對 在家裡 你當然也是在家裡 不然你要躲 對啊 你腳手機太多了 對 我扮了 拜託 我都睡不著 兩個問題嘛 對不對 一個就是 頭身體在家裡 對 兩個一個就是 你們家裡有三角湯嘛 對 好 沒問題嗎 好 你扣音給我們 就免煩惱 對 你怎麼被我掛了耶 沒關係 他有在看節目 你又過了 喂 錢先生 還在 還在 我又在 我又在 好 這對我厲害耶 好厲害 我試試看 喂 喂 喂 好厲害 厲害 好險 他剛剛在家裡 對 我們都收到 我們都收到 我們今天要請來一位 非常厲害的大師 對 他呢 我跟你講不得了了 他上之天往下之地裡 從內子宮聊到外太空 他都可以聊 我們幫你 找這個老師幫你姐姐 好 謝謝老師 不是哦 不是 謝謝老師 風水界柯南 他就叫做 沾南 不是因為這樣擺設才有災難 是因為有災難 才會選擇這樣的擺設 唯一能看過真相的 就是外表看似小孩 但智慧卻有高於常人的 針對前親之間別的問題 大門電對陶生門 你去告訴你一件 不厭其妨地告訴你 不厭其妨地告訴你 不厭其妨地再告訴你一次 面對這個大門的時候 我們知道大師小寬是在高師矮 而這個陶生門 如果打開來 是面對陰暗無光的一個地下室的話 所以你就不要開為原則 如果大門打開之後 是有一個圓景 是有窗的話 代表他有光 有空有光 代表錢財可欺 當我們遇到災難的時候 不能夠做出選擇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門的上面 做一個選擇 有一些上面 對我身材 對我藉起 或是對我 我們所說的 事事如意的 類似這樣的說點 那麼就是一個出門好的畫像 甚至也許 管理會付出幾天這個 你可以在門前 放一些盆栽 旺的盆栽 有朝夕的盆栽 代表我們出門 朝夕奉活 代表生機無限 也代表你生命力的展現 那麼這就是一個 開除一個壞惡運 展現一個好的運勢開始 有得力 所以這是針對這個逃生門 在你家對面 了解 老師說你打開如果是一片 好遠景的話 那沒有關係 那當然要開 對啊 如果我們說你打開是陰暗的地下室 或是樓梯 或是樓梯 好 好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三角瘡 對 三角瘡 你們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門尾口窗文言 我們所看出去的 眼睛代表遠景的意思 我再一次的不業其妙告訴你 這個瘡子代表我們看出去的眼睛 而這個叫做 火形煞的瘡子 在不用槍馬打強 不用大心塗過的情況下 我們來做一個去形塗煞 用遮擋化動液的方式 也許有的人對三角眼 在溫水面下來說 這個身性比較兇殘兇暴 而因為這樣的瘡子看出去或看進來 都要造成了熱情 剛烈 暴躁 而甚至有莫名的法律 這時候我們就用開綠的瘡子眼 來幫它做一個修飾的調整 你剛剛不再看到 兇神惡煞的瘡子眼 那麼這就是一個非常開綠的一個 我們說的 轉火為土 那麼就有一個 活土相生的 不可多得的 非常開綠的一個 自己拿一個幹嘛 老師 是不是黑黑 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關係 可能三角湯有關係 對 會讓人家易怒暴躁 那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要用這個窗簾 把它捉起來 對 而且你那個窗簾遮的時候 就給它要做成正方形的 你就不會知道是那個三角湯 是三角 你就給它換一個方向 換一個形狀就好了嗎 好 非常感謝詹男的解說 非常的精闢